你们看 这台笔记本电脑怎么没有触摸版呢 别急 在这儿呢 这台看起来没有触摸版的电脑 是微星2024年最新推出的TITAN 18 Ultra 也就是微星游戏本里面最高端的系列 但今天我们不是评测 只是给大家看一下这块不太寻常触摸版 以及一些好玩和新奇的功能 今天我也专门开了一个新板块 给大家分享一些新奇特的科技数码产品 下面我们开始 这台电脑其实是非官方渠道搞到的一台工程机 配置是i7的14700HX加RTX4080 Laptop的配置 并且不在中国大陆销售 本来我是拿它来做其他测试的 但是看到这个触摸版以及电脑的外形 还是符合新奇特产品的标准 所以我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最特别的地方 因为这是一台18英寸的电脑 展开面积比较大 所以这个消失的触摸版就会显得特别明显 当然了 其实触摸版并没有消失 只适合万托融为了一体 在笔记本开机以后 触摸版的区域就会亮起背光灯 有点像之前的外星人的笔记本的触摸版 但这个是一体的 当然也可能是工程机的原因 B面没有任何贴纸 所以就会显得特别干净 你们觉得这个触摸版和C面的设计 可以达几分呢 触摸版的面积算是中等偏大 左右键包括点选的操作 都是通过马达振动的反馈方式 来模拟按下去的触感 你们来听一下这个声音 感受一下 在没有了触摸版的边界以后 首先是不会有原来边缘歌手的感觉 你会感觉像是在电磁炉上炒菜 不用刻意调整角度和姿势去对位位置 所以整个操作会非常自然 第二就是因为没有了传统触摸版的缝隙 所以就不会有缝隙机会的问题 清洁起来会更方便 我个人有一个猜想 未来三五年 可能会有很多笔记本 都会升级为这种无缝一体式的触摸版 我猜应该会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我也问了行动的小伙伴 这种无缝式的触摸版实现起来 并没有太高的技术难度 所以未来只是看用户的习惯 2024版的戴尔的XPS系列 采用了这种无缝一体式的触摸版 所以未来我们看哪些笔记本产品 会加入这个行列 既然你都点进来看视频了 我还是大概介绍一下这款太太十八 因为是工程机 并且这个配置不在国内销售 所有的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首先我们接着触摸版说 这款电脑的键盘比较特别 使用了赛瑞加樱桃联合出品的机械键盘 加上触摸版 还有A面的隆盾logo 整体有非常多预设的RGB的灯光效果 一般来说这种顶级的游戏本 RGB的效果确实非常炫酷 喜欢电子花车的朋友 可以来自己折腾一下 就打字手感来说 某种印象甚至可以说 比ThinkPad的手感还要好 毕竟是机械轴嘛 但也因为是机械轴 所以会有段落的手感 以及机械键盘的声音 就外观设计来说 我觉得今年的设计语言 要比之前的两个电尖的造型 要好看很多 电脑的AC面都是金属 A面有一个龙盾的logo 虽然ABC面的设计比较低调 但电脑D面的设计是比较特别的 非常像宇宙飞船 我觉得这个设计直接简化一下 在A面用都是可以的 笔记本的尾巴延续了D面的设计元素 出风口有很多斜切的蓝色装饰条 这种天蓝色用在游戏本上 有一种青春活力的感觉 并且颜色的面积比较小 所以不会显得突兀 接口方面 左边有两个A口 一个标准的SD读卡器 右边有一个3.5的COMBO耳机接口 一个USB-A和两个Type-C的雷电4 背后的话有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HDMI 2.1 一个2.5G的网卡接口 对于18英寸的笔记本来说 是刚刚好的 该有的都有 还有自带的330W的电源适配器 比我们常见的330W的电源都要小很多 大概和别家淡化甲的适配器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在电源上又没有找到淡化甲的标识 所以就电源的体积来说是比较优秀的 屏幕因为和国内卖的版本不一样 我就不说了 不过色彩和亮度都非常好 性能我也简单提一嘴 i7的14700HX单烤CPU大概在150W到165W之间波动 CPU的风筝温度大概在96度 RTX4080 Laptop单烤GPU大概在175W左右 温度73.4度 热点温度79.9度 i714700HX加RTX4080在末日模式下双烤 CPU90W温度91度 GPU175W温度76.6度 合计265W 其i9的版本双烤应该可以达到270W 此时双烤的人位噪音大概在50分贝左右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末日模式进行双烤 所以在这个温度表现下风扇并没有满速运行 整个散热系统还是有不小的余量的 相比桌面段的i714700K 14700HX的单核跑分平均要弱3.5%左右 多核平均要弱19%左右 我个人觉得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 差距已经算是非常小了 显卡因为去年就推出了 性能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总之2K分辨率最高画者玩3游戏应该是可以通杀的 拆解呢 我们看首先是电池 99.9瓦时 这已经是顶着法规的上限了 然后上面是一块超大面积的均热板 这个37的规格看起来是很夸张的 中间的屏蔽罩下面有4根内存插槽 最高支持192GB的内存 然后旁边有3个MDR的硬盘位 以及一张Kir的WiFi7网卡 你们觉得这个扩展性怎么样呢 总结 我个人的感觉呢 在最近几年 对于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甚至有些麻木的笔记本产品 还是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 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 除了今天这种无缝一体式的触摸板 其实还有很多 整个行业还是有努力在推动产品的进化 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 你们觉得最近几年 有哪些笔记本上面的创新 是你最喜欢的呢 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和大家分享 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单独做一期相关内容的视频 还有就是之前我说的 我个人觉得这种一体无缝式的触摸板 未来几年可能会在整个行业普及 不知道你们是否会同意我这个观点 或者你有什么想说的 也可以在视频的下面留言 就这台太太18Ultra来说 确实是今年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 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 可以直接去下单 如果预算不够也可以长长见识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 这里是白TV 如果你喜欢这种数码新奇特的内容 可以点击关注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